哈喽,大家好,欢迎关注way and chelsea的channel 大家看以前的视频,但我们都是在用英语说 是因为我的男朋友way,他的中英文特别差 然后我就要用我的broken English来和他一起录视频 然后今天因为是快到圣诞了,我一个人录视频 然后所以就想用,就终于可以用中文和大家交流了,特别开心 今天他不在,所以就想和大家聊一聊和ABC谈恋爱有什么感受 以及是如何和ABC认识的,以及对ABC的刻板印象到底是不是正确的 那么就哈喽一起跟我来看吧 首先先来介绍一下我的大概情况 就是我跟大多人一样,属于在国内上完了本科 然后来美国读研究生,然后我读的也是计算机相关的专业 所以毕业了就很幸运找到了工作 然后留在美国工作一段时间 但是不幸的是,我的朋友们都是在加州,西雅图,纽约这种大城市,华人很多的地方工作 但是我呢,因为最后工作的原因还是留在了北塔 就是不是属于特别大的城市 是东部的一个,怎么说也不能说是大农村嘛 就是一个东部没有那么,华人没有那么多的地方 相对没有那么多的地方 但是我,因为我也是在科技公司嘛 所以相对还是有一些华人 但是年轻的华人很少 所以然后我毕业了以后发现朋友特别少 然后也特别孤独 然后就想以交友的态度 想认识一些新的朋友 然后呢,我就开始了用Dating App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用过这种Dating App 所以我一开始也是不是很相信 就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去开始的 然后主流的Dating App 大家应该都知道在美国比较火的就是 Tinder, CNB,还有Hinge Hinge但是我没有用过 所以我也不太了解 但大家都觉得像 Tinder这种就是为了大家都懂是吧 所以,因为我属于就是还是想找一个 Serious Relationship的 所以我还是用了CNB 然后当时前几个匹配到的应该就是我现在的男朋友 然后我们当时第一次见面是在 是在我们学校旁边的一个咖啡厅 因为第一次见面 大家都一般一般就是很简单的聊一聊 然后如果有就不会选择像Lunch或者Dinner这种 会花很长时间 万一你不是很喜欢对方 就会很尴尬的持续很久 所以我们就选择了一个Branch 我觉得和ABC谈恋爱确实的很甜 因为就是亲亲抱抱举高高 这种好像每天如果见面的话都会很自然的做 因为作为亚洲女生 尤其是在中国待了很长时间的来讲 就是不太尤其是还没有进入男女朋友关系 不太喜欢身体接触 就是都一般都很僵硬 然后就是我和我男朋友后来在一起的时候 他才和我说的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没有拥抱 然后第二次见面的时候 一般作为朋友他们说都会这样拥抱嘛 然后他说我就完全是这样进去拍了一下 然后但是他说就给他的感觉就是会很尴尬 因为他们即使第二次或者第三次见面 作为朋友都会这种很 就是也不能说很用力 就是很紧的抱抱 作为朋友拿下去同意 这也是一点点的文化差异 不太喜欢主动的主动的拉手啊 拥抱 但是和ABC产业爱 你就会觉得 嗯 这些是很很经常的事情 身体接触 心心抱抱 举抱抱这种就是很平常 然后也确实 肢体的接触会在对感情 以及亲密度上 会有一定的提升好处 这是我现在才觉得 客感印象就是 大家可能觉得和ABC 就和外国人就是那种AA要很凝聚 不会给你买东西 然后吃饭都是AA 然后不会主动付钱 嗯 怎么说 这个有一定上是对的 是因为他们从小就这种独立的叫 独立独立的观点 所以认为每一个人都是要能自己努力 工作自己挣钱养活自己 呃不是谁要依赖谁 但是第一次 一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 或者第一次备的时候 他们还是会主动 呃付你钱 主动主动付钱 然后请女生吃饭作为男生 当然女生如果你 你主动说哦 我要AA 然后给他付他 也会会收的 基本上是这样的 比如我们第一去出去玩 然后我们去 我们两个人去Wimington的一个 然后当时他订的Airbnb 呃都是他付钱 然后我后来主动要求把 呃把我那份钱转给他 但是他也说 哎呀你这秒转给我不用 但我还是转给他 他也会说谢谢 所以这种就是就是 如果女生你offer去付一部分的话 呃他们也是会收 但是他们不会主动说哦 你要给我AA 这种是不会的 当然我觉得作为女生 呃也不可能 就是什么都要靠男生 好像就是呃 今天我想和大家聊的 如果你还有什么想知道 关于我或者关于我男朋友 或者关于呃和ABC谈恋爱的 欢迎点赞评论转发 然后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